大家好,欢迎来到蓝皮鼠真的皮,我是大脸猫 印象派系列已经接近尾声了,这期我们说雷诺阿 想象一下你去参加一个印象派的画展 看到的画都是这样的,这样的和这样的 你有些疑惑,因为搞不清楚这些作品究竟是为什么会被载入史册 它们有些潦草,而且好像也并没有很好看 然后当你拐过一个转角,看到了雷诺阿 真正的触动只会发生在一瞬间,也许它是一句话 也许它是一次回眸 也许它是一个背影 也许它是一副油画 雷诺阿的画中都充满了一种节日般的热情与欢乐 这样洋溢着月动色彩的画布,在别处是必找不到的 尽管它的基本功不如德加,开创性不如马奈 革命性不如莫奈 但雷诺阿依旧凭借着他画中那种非常纯粹的好看 在艺术史上狠狠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不需要任何背景知识的补充 我们都会在这些画作前驻足凝视 会心一笑 这就是雷诺阿的魅力 这是其他印象派画家都不具备 甚至所有画家都鲜少具备的一种魅力 雷诺阿1841年租生在法国偏西部的城市利末日 这个城市不算小,但确实也不大 就像雷诺阿的家庭,谈不上穷,但确实也不太宽松 他的爸爸是个裁缝 为了求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老雷诺阿在1844年决定举家进军巴黎 有趣的是,所有资料都显示 他们一家并没有在巴黎寻到一个美好的未来 小雷诺阿也确实在13岁就去了一个瓷器店打工 画瓶子,补贴家用 但是他们一家人却住在这儿 不太熟悉巴黎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这地段有多么好 这么形容吧,步行6分钟就到卢浮宫 21岁的时候,雷诺阿终于攒够了钱 把自己送进了国立高等美术学院 师从格赖尔 由于之前的打工经历 雷诺阿有着相对扎实的基本功 但他却很喜欢用洛克克般鲜艳靓丽的颜色 这让学院派的格莱尔很是头疼 因为新古典主义推翻的就是巴洛克和洛克克 学院派的画家都喜欢用一些比较暗沉的颜色 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更滚重和高级 关于这一段的历史 在我之前艺术中的女性下棋中有具体说的 和雷诺阿一起上课的还有另一个更加叛逆的同学 与内向的雷诺阿不同 他满腔热血充满了能量 反对学院派的一切 他就是莫奈 和他们俩同期的还有希斯莱和巴奇 把印象派F4同时招入同一间教室 格莱尔真的太难了 法国人对于咖啡的狂热喜爱 全世界范围内估计只有意大利人能够想象 可以说是这俩国家在除了打仗之外的又一大共同点 这群年轻的艺术家们不画画的时候基本都窝在咖啡店里 讨论着艺术应该有的未来 聚光灯无疑是打在马奈身上的 他在1863年成为了这群年轻人的偶像 并被力邀加入了他们的小帮派 至于1863年发生了什么 可以去看看我马奈的那期视频 马奈莫奈这俩奈自败的都比较外向 并且充满了野心 经常争论的面红耳赤 雷诺阿应该是印象派F4里最不强势的一个 他热爱画画 但他并不把画画当成是自己的武器 无论是在格莱尔的课堂上 还是在咖啡店的聚会中 他都只把绘画看成是一种愉悦的消遣 事实上雷诺阿在晚年时也说过 他认为绘画中最重要的 就是要让自己享受和开心 其实在1870年之前 雷诺阿的作品都算不上太出彩 并不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这段时间最厉害的应该是小富二代巴奇耶 他的笔下有那种来自荷兰和西班牙黄金时代 大师的规范与稳重 也有来自于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的跳脱与大胆 哎 本来巴奇耶就这两句话的 但省读的时候发现是真的受不了 必须多说两句 莫奈有句名言叫 我只画我所见之物 这句话基本就是印象派的宗旨 但这种用快速且概括的手法去描绘表象的作品 在当时看来确实是缺乏了一种永恒感 这也在之后成为了印象派画家们最深的梦魇 这个我会在下期视频中结合雷诺阿德利子具体剖析 先说巴奇耶 和同僚们不一样 巴奇耶在二十四五岁就有了非常傲人的造型能力 所以他的作品都异常扎实 既有印象派的张扬 也有老一辈大师们笔下那种亘古的重量感 比如这幅夏日 这坚实的体型和自信的笔法 这准确的光影和耀眼的阳光 这波光淋淋的水面 还有对于水面之下人体的表达 我想如果韦拉斯凯之王 出生几百年没有被困在皇宫之中 画出来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作品吧 可惜1870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因为不满铁靴在向比斯麦的挑衅 法皇桌子一拍对普鲁士宣战 拿破仑三世带着十万精锐御驾清真 金戈铁马勤纵迂回 集体投降 共计抵抗45天 看来科西加怪物的基因是并不会遗传的 这一仗不仅把法兰西帝国给打没了 也把毅然参军的巴奇耶给打没了 让弗雷德里克巴奇耶 十年仅仅28岁 如果不是因为英年早逝 以他的才华 我们今天看到的 估计就是另一个版本的艺术史了 1870年之后 雷诺阿的绘画风格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其实他对于形体的把握一直都是比较准确的 发生转变的主要还是笔触与色彩 虽然雷诺阿喜欢鲜艳亮丽的颜色 但战争之前他还对官方的沙龙展抱有一丝幻想 这种内心的不果决也确确实实体现在了画布上 那种要艳丽不艳丽要暗沉不暗沉的色调显然并没有帮助到雷诺阿 而战争之后沙龙无限拉垮 雷诺阿也就开始向着自己内心的方向偏移了 比如这幅大宫女 这种略带东方气息的风格是德拉克罗瓦在游历了阿尔吉利亚和摩洛哥之后带回到法国的 在当时引领起了一股不小的东方热 一扫阴霾之后的画面 高饱和度的冷暖色调互相交替 把那种三分冷艳三分暧昧四分神秘脱俗的感觉描绘得很是传神 除了色彩雷诺阿笔注的变化也很明显 之前的画作中雷诺阿似乎都在有意的隐藏自己的笔触 毕竟那些挂在沙龙展厅里的作品可是完全看不出笔触的 而现在雷诺阿大胆的把笔触展现在了画布上 比如这幅散布 树叶还有衣服上的褶皱和光影都是用不同的笔触去概括的 这一切都预示着雷诺阿在向着更成熟和本性的方向发展 1876年对于雷诺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因为这一年35岁的雷诺阿画出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幅画 没有迟疑 煎饼末房的舞会 我看了一眼百度百科说这幅画又叫红末房的舞会 唉这真的不愧是百度阿 这个说法肯定是错误的 红末房叫做Moulin Hush 是蒙马特区一个特别有名的歌舞表演厅 而煎饼末房叫做Moulin de la Galette Galette是一种法国的烤饼干 所以就翻译成煎饼末房的 虽然这俩都在蒙马特区 格得也非常近 但并不是同一个 再来看看 这是红末房 这是煎饼末房 雷诺阿画中的舞会是在煎饼末房 雷诺阿画中的舞会不是在红末房 记住了吧 说回这幅画本身 它最明显的特点用一个词就能概括 流光溢彩 一群穿着华丽的中产男女在周日下午 撒满斑驳阳光的花园中开心的喝酒聊天和舞蹈 这幅画从主题到对象到场景都是雷诺阿 早期最擅长的 这幅画中对于光影的处理非常漂亮 剩下的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 落在人们的衣物上 一阵微风拂过 树叶开始摇摆 光斑也随之舞蹈 这样的景别是很美 却也是很难描绘的 但雷诺阿做到了 其一 它用了不同的色彩 就算是同一片光斑 它们之间也有着微妙的区别 或偏紫 或偏绿 或偏黄 我们都知道在现实世界中 这样的光斑是不存在的 它们肯定都是同一个颜色 但雷诺阿这样的处理 会让人产生一种恍恍惚惚的错觉 仿佛那些各色的光斑 都是树叶 红酒和阳光的映射 宫愁交错之间 酒不醉人 人自醉 其二 雷诺阿的笔触非常契合这个场景 我之前在梵高那期视频里说过 梵高那种扭曲的笔触 就像是火焰一般 雷诺阿的笔触也是弯弯曲曲的 但雷诺阿是水 用这样的笔触描绘出来的光影 就仿佛是在物体上流动一般 这一点在女性的衣物上体现的更加淋漓尽致 顺滑的丝绸流淌的阳光 两者我成就了你 你孕育了我 简直绝了 同时雷诺阿还有意弱化了物体的边缘 造成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 仿佛那些阳光就是从画布上溢出来的一般 总之 这幅画在1877年的印象派画展上展出之后 就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甚至在大众媒体那边也得到了一些表扬的声音 实属难得 直到今天这幅画也是雷诺阿被谈论的最多的作品 这里也没有之一 有人喜欢他对于群像场景的把握 有人喜欢他对于法国中产的表达 而我最欣赏那跃然于画布之上的光影 煎饼末房的舞会在1929年被收入卢浮宫 然后1986年和马奈的草地午餐 米勒的十岁 德拉克罗瓦的猎虎图等等 雷诺阿曾无限仰慕的作品一起 被转入了奥塞美术馆 一职之精 普法战争之后 沙龙展虽然已是强弩之末 但上百年的进展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大众对于美的认知 当时的一等品都是那些宏大的历史化 关于什么是历史化 我在德加那期有具体解释过 二等品则是那些神仙的特写 比如拿破仑三世爱不释手的那幅维纳斯的诞生 风景画也占有一席之地 但大家喜欢的风景都是那些自己未曾见过的 比如遥远神秘的东方或是历史悠久的埃及 毕竟还是闲友人喜欢出门看巴黎 回到家墙上挂的还是巴黎 雷诺阿这种比较华丽的写实画可以排在异域风景画之后 然后最捞的就是那些土里土气的现实主义 还有莫奈那种比较潦草的印象主义 这里又不得不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类了 那就是肖像画 肖像画和上面那几类都不太一样 因为它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总不能把别人的话挂自己家里吧 所以肖像画一定都是定见 当时最受欢迎的一类肖像画是这样的 基本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 嫁接西班牙黄金时代 我把这种风格叫做西欧王侯将相风 这些画都是比较严肃的 毕竟要强调王室的威严 生而为人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贵族梦 但拿三战败之后贵族这玩意就没了 搞不好还得被砍头 所以新兴起来的资产阶级们 就喜欢整点这样的话挂在家里 不为别的就高贵 说下一幅画之前 还得啰嗦两句我们的老熟人 赛上的童年好友间一生之痛 马奈的忠实粉丝 德雷福斯事件的辩护英雄 一个没有感情的批判机器 埃米尔爱德华夏尔安东尼佐拉了 在佐拉的影响下 他的出版人夏庞帝也成为了印象派的拥护者 并且在精神和金钱上都给予了这群贫困潦倒的画家们很多帮助 夏庞帝尤其中意雷诺阿 并且在1878年委托他为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画一幅肖像画 雷诺阿对于这次委托极为看重 画得非常仔细和谨慎 但同时又保留了那种只属于雷诺阿的风格 对比肩币模仿的舞会很容易看出来 那是一幅雷诺阿画给自己的画 而这幅是画给客户的 雷诺阿很准确地把握住了商业和个性之间那条微妙的分界线 这样的肖像必然都是需要美化的 但雷诺阿用了一些小技巧来掩盖这种美化的刻意感 让整幅画看起来还是比较自然的 首先构图就不一样雷诺阿将两个女儿 下棚帝夫人还有一只狗放在了画面的对角线上 这种不对称的构图可以让画面不像古典绘画那样板着 但仔细看这四个物体又被雷诺阿精心的安排在了一个隐隐约约的三角关系中 让画面不至于松散 并且这样的单透式关系不同于强势的双透式 它会产生一种比较温柔的引力 把观者缓缓引入画中 雷诺阿还顺势在画面的空当中加入了一些体现客户生活品质和审美偏好的东西 比如日本的屏风画 还有后面小桌上精致的酒具 新鲜的花醋和水果 虽然两个女儿被放在了画面的最前面 但从衣物上来看 夫人才是主角 女儿天真可爱 夫人端庄优雅 没有谁的表达是过度或不足的 夫人独占三分 两个女儿各占三分 剩下的一分给狗子和环境气氛平衡得刚刚好 煎饼末房的舞会和夏鹏蒂夫人与她的孩子 确实为雷诺阿的艺术生涯打开了一条小路 至少是不再像以前那样窘迫了 1880年 一位银行家找到雷诺阿 委托他帮自己八岁的女儿画一张肖像 这幅1500法郎的定件雷诺阿很快就画完了 但银行家却也并不太喜欢 据说他故意拖欠了尾款 还把这幅画挂在了不起眼的保姆间 而这幅作品就是大名鼎鼎的 艾琳·卡亨·达威尔小姐肖像 俗称小艾琳 以我的拙见如果要选出一幅印象派时期最美的肖像画 小艾琳和莫奈那幅画她老婆的拿太阳伞的女人应该会并列第一 这两幅画整体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莫奈那幅我先按下不表 留到讲莫奈的时候再说 先来看小艾琳 这幅画的原作比较难看到 因为它是被收藏在苏黎市一个叫做布尔勒收藏馆的地方 我也只是在印刷品上看过 这幅画第一眼看过去怎么说呢 就是有种慈激心灵的感觉 莫奈娜的手法太适合描绘这种小女孩了 白里透红的肌肤吹弹可破 整齐的空气刘海温婉有益 棕红色的头发带了一点点自然卷 如瀑布般青散在淡蓝色的纱裙上 灰色的眼眸如琉璃瓶一般明亮 粉唇微扬配上深绿色的背景 气质一下子就被烘托出来了 达威尔先生不喜欢这幅画也确实是情有可原 毕竟大银行家嘛 他想象中的肖像话一定是这样的 大正面严肃脸 端庄中不识大气 天真中又不乏优雅 而且背景一定要有牌面 就算不能是王宫城堡 金银器具丝绸鲜花至少得安排上吧 用这样的角度来看 雷诺阿基本可以说是完美避开了每一个得分点 小爱琳会于1880年 论她的革命性完全比不上 马奈在八年前画的莫里索肖像 甚至连同时期的卡萨特都比不上 论对于后世的影响也几乎没有 这样的话在雷诺阿之前不存在 在她之后也没有后继者 其实这幅画就如同雷诺阿这个人一样 不卑不亢不争不强 只安然而处之 用最本源最纯粹的好看 感动经验者百年之后的我们 其实从上面几幅画大家应该也能感觉出来了 雷诺阿的话中是没有什么故事性的 她也似乎并不想通过自己的作品去传递一些巴拉巴拉的思想 她就是单纯的记录着当时这些小资的聚会 日常肖像等等 雷诺阿有两幅关于聚会的伟大作品 其中一幅就是上面说过的 煎饼模仿的舞会 另一幅场景稍微小一些 名气也稍微小一些 在我之前的视频中也出过劲 叫做游船午宴 那时间好像有点超了吧 所以感谢大家的三连和关注 我们下期继续